美联社报导美国目前每天施打大约90万剂的疫苗 远远低于4月中旬每天施打340万剂的高峰 美国现在每天平均新增17万例确诊 超过1800例染疫死亡 虽然低于1月的时候 每天新增25万例确诊 3400人死亡的状况 但是当时是疫苗接种还不普及 因此现在报导指出 现在看来美国过去几个月的努力 似乎都快要白费了 因为随着开学之后 儿童返回校园 各地陆续松绑口罩规定 疫苗接种率偏低 南方的州像是乔治亚州 肯塔基州 田纳西州的确诊率持续上升 田纳西州是人均新增确诊数 现在最高的一个州 肯塔基州有三分之二新病例 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 从夏令营带回病毒 再传染给亲友 另外亚利桑那州 新增117例染疫死亡 也成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新多 因此现在辉瑞表示 计划在11月 要来向美国主管机关 申请辉瑞BNT疫苗 使用在6个月到5岁的幼童身上 辉瑞BNT疫苗 是第一支被准许用在12岁以上 18岁以下孩童的新冠疫苗 先前辉瑞就说过 10月初渴望获得美国食药管理局 FDA核准用在5岁到11岁儿童 现在辉瑞又说 6个月到5岁幼童的试验数据 是接在5岁到11岁儿童的申请案之后 也将会收集好再乘送给FDA 如果数据都是正面的话 那么就会照这样的时间表来走 那么现在根据美国机关预防中心 CDC上个星期的报告 8月14号为止的一个星期 4岁和4岁以下儿童 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比率呢 是6月26号为止一个星期将近10倍 不过和年长的群体相比 幼儿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发展成重症 或者是说需要住院治疗的比率呢 还是明显小很多 最新数据是0到4岁的幼儿 每10万人当中有2.2人会住院 那么65岁以上的年长者比率则是 每10万人当中会有15.8人 辉瑞表示FDA有望呢 在这个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 来核准辉瑞BNT新冠疫苗的施打 最低年龄是6个月大的婴儿 路透社报道 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 建议在接种第二剂疫苗6个月之后 追加施打第三剂 替英国的全面追加施打计划来铺路 英国官员现在说 疫苗挽救超过11万2000人的性命 避免2400万人染疫 因此建议所有体弱的民众 还有就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以及50岁以上的民众 都应该追加施打第三剂疫苗 英国首相强森也有提出警告 他说防疫战争还没有结束 预料之后呢 英国政府会公布对抗 今年冬天疫情的对策 而在这之前呢 先要提出来的是 追加施打疫苗的建议 因此官方统计 16岁以上接种率 现在是高达81%在英国 那么政府也说 接下来要为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 接种疫苗 那在下一步就是从 这个月开始 就要追加为年长者 以及体弱的人 优先施打第三剂 同时他们是偏好使用辉瑞疫苗 作为第三剂的 或者是说呢 考虑可以使用半剂的莫德纳疫苗 而英国这个疫苗 接种免疫联合委员会 他们也说 建议施打第三剂 不代表未来每隔六个月 都必须要追加疫苗 而且50岁以下的民众 也不是每一个人 都需要追加第三剂 卫生大臣贾威德 现在说政府很有可能 也会强制规定 英格兰地区 第一线医护人员 以及社工 通通都必须要施打疫苗 就是为了保护 比较脆弱的病患 法国国家药品安全管理局 现在说 境内有越来越多的人 在接受单剂 交生疫苗注射之后 还是出现新冠重症 或者是死亡的现象 反映出一个潜在的讯号 那就是交生疫苗 对于新冠病毒 尤其是Delta变种病毒 效力可能不足 因此法国政府建议 接种单剂交生疫苗的人 应该再施打一剂辉瑞 或者是莫德纳疫苗 现在巴黎人报报导 法国在7月到8月 就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 有一批人在接种 交生疫苗之后的21天 还是有不少突破性感染的案例发生 在法国100万名 接种交生疫苗的这群人当中 100万就有32人还是感染的新冠 其中29人出现重症 4人死亡 而这些突破性的感染案例当中 有17例和Delta变种病毒 是有关系的 特别是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甚至出现7名突破性感染的患者 因为病情严重住进加护病房 其中有4人接种的旧式交生疫苗 那么住进中西部城市的这个加护病房的6个人当中 则是有3个人接种交生疫苗 占比甚至更高超过50% 因此从数据来看 现在法国认为 尽管大部分接种之后 还是出现重症或死亡的案例 都是来自于患有这个高危险群的病发症的年长者 但是政府还是对于交生疫苗的效力存有疑虑 以上就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好 全球现场时跌 我们先来看到日本首相菅义伟 他将在9月24号的时候 要出席美国举办的四方安全对话 但是因为菅义伟他已经表态不会继续连任 因此遭到了在业党批评 根本就是他的毕业旅行 那么菅义伟这次防民的行程 是排在东京奥运以及帕奥结束的空档 并且因为日本近期疫情是趋缓了 也将会要成为宣传日本防疫对策的机会 那么菅义似乎是有意要借这个机会 把自己的外交活动的据点 确实被在野党批评说 这个菅义伟在表明卸任之后 访美让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而外务大臣貌目敏充 他是表示不论下一任的首相到底是谁 对于强化日美同盟 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大方向 都是不会改变 好 另外日本自民党党魁的选举 即将要在17号的时候 正式要来公布候选人 并且在29号就要来投票了 那么根据日本电视台所做的一个民调 就显示了目前呼声最高的几位候选人 就是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前防卫大臣石破茂 另外还有岸田文雄 以及女议员高士早苗 那么这四位的候选人当中 现在只剩下了一位石破茂 他其实还没有对外的表态 到底有没有要参选 再来看到是美国众议院预计下个礼拜将会针对 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要来进行讨论以及表决 美国国会是建议国防部可以邀请台湾参与 2022年的环太平洋军演 并且强化美台国民兵的合作 那么这个是每两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 一直都是由美军来主导的 也是全球最大的海上军事演习 美国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9月初的时候 是表决通过了2022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有三条都是与台湾有关联的 包含的就是应该要邀请台湾一起来参与 再来镜头转到俄罗斯要看到总统普丁 他是因为核心团队当中有人确诊了 因此他也开始在家中自我隔离 我们来听他的说法 这个问题是个人的毡宿 因为我发现看能力实际上及时 很多概念的 我们请看,怎么样,这是一整体的效果。 希望,是一整体的效果, 一整体碰上, 和我们的分析上, 会显示更新的高科技的高科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